知名电视剧导演的儿子 邵时秀英的男朋友 擅长饰演挑剔难搞角色的演员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从过去教演技到现在名品演技的 郑敬浩 1983年8月31日出生于金基道 爸爸是韩国大型电视台 KBS的电视剧导演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 拍摄出了多部人气电视剧 从小他就经常跟电视台工作人员相处 也为了不要让爸爸丢脸 而很努力尽量不失误 但有次爸爸拍摄的电视剧 有人气明星出演 为了一堵风采 他偷偷跑到拍摄现场 结果被爸爸发现了 回家挨了一顿骂 爸爸在业界是大家尊敬又害怕的导演 而挨骂之后 他再也不敢偷跑到拍摄现场 现在又高又瘦 大家可能都以为他学生时期就很受欢迎 但其实并没有 国中时他胖胖的不太受欢迎 总是一个人玩之外还会被其他人欺负 但之后他为了要养身材 就决定要进入运动社团 放学后总是在运动 但他选择的运动 却是可以吃很多的摔脚 高中他进入金基道排名前几所的学校 住校后他也渐渐变瘦 身高也抽高 而他家没有漫画 但电视剧剧本和录影带很多 从小他就是看着剧本长大 因此也自然的梦想成为演员 2003年他背着爸爸 默默参加了KBS的演员公开征选 在征选现场的评审 都是小时候他叫着小爸爸 叔叔的爸爸的后辈们 他们都问他 你怎么在这 而他还装不认识 僵硬地回复 请问你是 许多人可能都认为 他可以靠爸爸走后门 但他没有 反而因为爸爸的光环 更倍感负担 而过去曾被爸爸训斥过的演员们 也将成为他的前辈 还曾有前辈 因为过去被他爸爸教训过 而故意来找查泄愤 成功通过征选的他 2004年便透过网路剧 《五颗星星》以演员身份出道 因为他是知名导演的儿子 因此也受到了许多的期待 之后他便出演了2004年 超人气电视剧《对不起我爱你》 并在剧中破例 让星人饰演第二男主角 但才刚入行的他 展现了超级尴尬不自然的演技 收到了非常多的批评 原本他的角色 是要跟苏智谢当对手 但因为他的演技问题 所以戏份也被删减 最后也没能受到瞩目 但之后随着时间过去 他的演技也是日渐增长 并持续出演 《狗和狼的时间》 《自鸣鼓》 《你笑了》等多部电视剧 也成为能够带领整部剧前进 和获得人气的演技派演员 2010年他入伍当兵 2012年退伍后 也马上有作品可拍 在戏区圈的活动 可说是非常活跃 其实在他退伍后 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他热恋的新闻 2013年2月就传过 他和少女时代的秀英热恋消息 但当时经纪公司否认了恋爱说 并表示两人只是亲近的朋友关系 10月也再次传出消息 但都被强烈否认 不过在2014年初 双方便公开认爱 当时因为秀英是当红偶像团体成员 因此必须顾及到许多层面 才迟迟不认爱 两人当初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虽然没有特别拜托对方 介绍秀英给他 但过去退伍时 他就曾透露过自己是秀英粉丝 也表示秀英是自己的理想型 公开练琴后 他们也经常被募集约会日常 也会透过节目或社群软体放闪 虽然刚开始有许多人不看好 中途也被谣传分手消息 等到现在两人已经成为 韩国演艺圈情侣模范代表 交往快十年还是爱的甜蜜 也曾在节目上分享 爱情长跑又能保持热恋的秘诀 受到许多粉丝的支持 两人都表示会结婚 但目前没有准备 两人都对自己的事业定有目标 在达成目标之前 会以事业为重 而监禁号也被称为是 追星最成功的粉丝 2015年出演电视剧《未纯情着迷》 剧中饰演因心脏问题 接受心脏移植 而有了新人生的投资专家 里面将角色的转变 饰演得很好 有趣的剧情比起收视率 在网络上的回响更是好 也收到了许多的好评 隔年出演电视剧 再一次happy ending 剧中饰演娱乐媒体记者 角色非常有个性 也很讨喜 引起了许多话题 也有许多粉丝 口味相传这部好剧 云以为会有人气但不巧 同时期竞争对手是太阳的后裔 和Remember儿子的战争 因此被强制美人气 只能默默中演 2017年他出演电视剧 Missing Night 荒岛迷宗 也依旧没能获得亮眼成绩 但同年末播出的电视剧 极致牢房生活 让他的演员生涯更上一层楼 有请回答系列电视剧的制作组 以监狱为背景 从犯人及监狱管教和家属等等方面 来引导故事发展 带给观众看似沉重 却带点黑色幽默和反思的温馨之作 剧中他饰演个性开朗幽默 天资聪颖 任职狱警的李俊浩 精湛的演技也让观众直说 这部就是他的代表作 隔年他就出演过去 就很知名也被多个国家翻拍过的英剧 改变电视剧《火星生活》 讲述因为突发事件 穿越到过去的警察 为了恢复原来生活 而解决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剧中他几乎占了百分之百的比重 稳定又自然的演技 收到了许多的好评 除了演员演技之外 剧本和拍摄手法等等 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但因为不是在大型电视台播出 因此很可惜没有造成话题 2019年出演电视剧 《当恶魔呼喊你的名字》 讲述将灵魂卖给恶魔的 年轻明星作曲家 为了延长合约 需要再交给恶魔 其他人的灵魂做交易 因此展开探讨人性 且神秘的奇幻爱情故事 本剧收视开高走低 甚至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这部电视剧的存在 但同年他客串了超人气电视剧 爱的迫降 里面饰演女主角的明星前男友 2020年他再次和《请回答》系列 以及《机制牢房生活》的剧组合作 出演电视剧 《机制医生生活》 一般来说都是导演或作家 先跟演员联系 但这次却是真静浩 每天晚上都联络声员浩PD 表示自己真的很想出演这次作品 而导演跟作家也都很喜欢他 所以就再次携手合作 剧中他饰演性格挑剔敏敏感 但实力高超的胸腔外科科长 以医院为背景 讲述医生护理师和患者之间 围绕着生命进行拼死奋斗 以及主角之间 友情和爱情的温馨故事 轻松温暖的剧情 非常受到观众喜爱 本剧播避后 许多观众都敲完第二季 而最近大家期待的第二季才刚播出 剧中主角五人帮将再次团聚 剧情没有更特别 也没有更华丽 只有更让人期待的满满温馨 这次Netflix会同步上映 才一周一集模式播出 而PD也透露过会有第三季 机智的粉丝们一定要看起来 虽然陈出演过多部人气电视剧 但在电影方面 却没有创下亮眼成绩 不过有部备受期待 但还未上映的电影 贾欧婷报告 大当马东时 片中他饰演挑剔龟毛的 整形外科医生 以整形外科为背景 讲述整形外科医生 在江南开启整形医院玄盛时期的故事 原本预计在2020年上映 但因为疫情延迟 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上映日期 粉丝们可能要再等等了 而除了戏剧作品之外 过去他也参与过OST录制 2020年更是释出首张个人单曲 呈现出了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能 和歌唱实力 未来也期待他能够带给大家 更多的好作品 也希望蒙泛情侣可以永远幸福下去 有机会可以看到两人的合作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模范男友 郑静浩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